看片之前記得訂閱魚躍Youtube 有你們的支持,我們才可以走得更遠 當我一知道Course Over之後 其實我是很興奮 我一直跟公司說,我們一定要接這個工作 因為我自己是很期待這個Course Over 因為我是自從《造星》開始,我是認識了MC 一直都是一個很暢德的唱將 而我給外奸的印象也是一個唱將給我這個名字 所以我自己心裡已經覺得 幻想到在台上的時候會很有火花 當時也會在想,誰會是我最期待的呢 其中一個我覺得頭兩格,就一定是Jer 因為我覺得跟他的歌,大家都有些相似的地方 而且他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歌手 我們同隊的經驗其實不算太多 所以這次可以有一個,真的可以跟他一起合作的話 我覺得跟他一樣是超級興奮 我想是聲音上的交流 就是大家在擂台上較量的感覺 我覺得到時是會有的 就是好像兩個戰鬥員 鍛鍊了一身武功,一上擂台 然後大家就會把他自己的所有東西拿出來的感覺 其實當我得知會有這個合作的時候 我腦中有呈現過很多種不同的畫面 就是可能會是我們會各自一方 我不知道,好像Posa一樣一黑一白 然後大家去做一個拉扯或者做一個對抗 或者甚至我覺得我們一起在台上玩樂器 或者好像你這樣說 我們會拿我們畢生所學的東西出來 All in這樣打 不如反過來拿我們不懂的東西出來玩 我覺得都是幾有趣的一個地方 我覺得這次選歌的方向 我應該都會偏向一些大家 我覺得可能平時未必可以在舞台上 或者未必有那麼多機會玩的歌 在裡面選一些再刺激一點,再極致一點的歌 因為我認為很多時候我們選歌 都要迎合某一些原因 但我認為今次和Jer的合作是可以大膽一點 可以玩多些東西 還有我認為我們加上的上限是會高很多的 我想都是偏向一些 因為近來大家都我覺得 有一點點愛上了出搖滾的歌曲 我覺得都比較是一些強力的歌曲 而大家在帖文也看到 大家拿著一些吉他 然後就像RockRock的 我都很期待 其實到時可能在台上 我們就會把它變成一個Band Show 是拼頭 樓下轉圈 那小姐 我覺得未必會的 但我覺得是一個很投入 但又幾有powerful的一個表演 我純粹是希望在台上吃分 大家都會玩得開心、玩得過癮 而觀眾都會看得開心 這是我的宗旨 我覺得最重要是吃分 既然他說了其中一個挑戰是我們一起吃分 第二個挑戰就是觀眾都要吃分 我覺得應該要帶著非常期待的心情 要跟我一樣期待 因為目前很多東西都是未知數 但我覺得我和Jer應該會拆出一個很強勁的火花 而且這個是一個沒有下限 亦都沒有常限的火花 好像看煙花一樣 你不知道會寫得多高 會寫得多厲害 我希望大家入場看這個表演的樂迷 都會帶著一個期待得來又享受的心情 最重要是大家很開心在這個表演 回到家 依然都會有一個 想起都會有一個很難忘的表演 可能十年後回想起 原來Jer跟AMC曾經做過一個這樣的表演 我希望他會成為一個很經典的畫面 希望大家都會很期待 我和AMC的這個合作 到時候入場 可以一起感受一下我們的煙花 我們的上限 我們的火花 一些水平的火花 都會很難忘的 有這些煙花 我們在這次調整多大火花 我們都會有收到的 是我們的火花 我們在這裡